用力過猛,喝到三、四點 第二個月去看的時候,他已經被fire掉了 就是那個 然後小孩子明天可能沒有錢要繳學費 但是他還是汗煙,汗煙,這個還是放得開 我里頭髮很喜歡到那個老太太,那個老式的那種里頭髮的地方 然後就跟他們聊天 他們很多漢人的那些禮髮的這些太太,我很敬佩 他們說他們初中或國中畢業,就到都市裡邊寫作,做這些里頭髮 說很辛苦,因為他們會欺負他們 當初他們每一次,跟他們每一起來有一些原住民,長得也很漂亮 也很好玩,也很慷慨 可是呢,二十年之後 這個漢人里頭髮的太太,他在台北買了房子 照顧三個孩子,三個都在正常念書 一個先生這樣,我大部分問的都這樣 幾乎每一次去,里頭髮我一定會問這種事 都很好 但是我們的同胞 二十年三十年,你看到他,他還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個原因,就是除了那個貨幣邏輯之外 有一個東西也是跟當下有關係 那當下這個東西,當然有它的可能的負面的部分 但是有一個部分可能對我們也有一點意義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就太不活在當下 我也有時候在中南部看到那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 勒緊不帶過生活 因為請大家都窮 所以你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的喜樂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看到那種點喔,我都會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其實,尤其是婦女喔 他生很多的孩子,然後幫人家洗衣服 這樣一點一滴 後來有了一點錢以後 還要再買一棟房子 要為孫子、為誰做一些打算 憂患一生喔 他人生也不過就這樣 可是他沒有快樂過 我覺得看得很難過 他沒有辦法快樂 因為我們總是在計量這些 不是說不好,但是有時候太過 我覺得好可憐喔 以前我的一個過世的小姐姐喔 生病的時候常常到醫院去 她旁邊就是一個在南部 她蠻有錢的一個家 世家的一個太太 我不說她的家族 她就是每天是發佩錢 換了好多的護士 有一次我跟她出 正好她被推出來 我正在外面 就跟她打了 她那天心情大概好一點 我就問她說 欸,母母太太啊 妳 這個丁太說 她只剩下兩三個月的時間喔 我說妳覺得這件事 妳有沒有什麼比較遺憾的事喔 她就說啊 那最遺憾的事是 前幾年到香港去看到一件衣服 都合台幣六千塊 都沒有買 我覺得很可憐耶 我們都不會裝扮自己 裝點讓自己快樂一點喔 這個就是沒有當下主義的人 沒有當下主義的人 他會想前想後 會想前 過分的說就會這樣 所以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啊 講說人要捨得 以前我覺得捨得好像是一個哲學術語 今天長大以後 我才知道捨得是好厲害的 那個捨得是真要捨啊 要看空啊的 不是任何一個人的 其實我舉目去看 沒有幾個佛教徒是幾個的 我們哪裡捨得 十塊錢我交個兩塊有八塊 慷慨一點我給五塊 還有五塊 我還要再找我的安全感 所以我的獨立 是建議在獨愛上面 我擁有什麼 我才有安全感 我才能試什麼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人的焦慮 佛家本來就要我們看空這個 但是我們看不空 倒是原住民都很看空 空到每天都很快樂 然後原住民的這種當下 我也覺得我們還是可以思考的 有的人計算了半天 以前老總統計算 你看連那個要埋葬在哪裡 都要算清楚對不對 可是到最後呢 你看現在第三代以後 只剩下張校園嘛 前一段時間 被什麼王小禪追得很慘 所以什麼用 所以那個讓我們都每一分每一秒 很飽滿是很重要的 那怎麼樣讓自己喜樂 原住民最會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也是我們可以重新去思考的問題 那本來還有很多話 這個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今天大概的那個內容 一個是先從原住民是誰 這個比較從動態的角度 讓大家知道在去親近他們的時候 不是一個我來觀看的這樣的角度 你要把它當做是了解自己 了解台灣 了解我是誰 這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而且我給大家舉了很多的例子 這種情況 不只在台灣是這樣 在漢文社會跟 在整個中國的問題也是這樣 我們要學會更開闊的 去看到我們生命裡面 或者是我們社會跟文化裡面 有那麼多豐富的元素 而這些元素 我們不但忽略它 而且我們記得的都把它拿來打架 拿來當對抗 拿來當做一種矛盾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愚笨的一種做法 所以在我們在進行這些原住民 這些學習或者是旅遊的時候 我們如果帶著這樣的心境 我覺得對各位 都應該會是一種靈魂上的 或是人格上的解放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跟各位惡要的介紹 原住民傳統文化裡面的 某一些思維的邏輯 這些邏輯裡面 有一些也有它的負面 看起來有的時候 但是也有一些是可以讓我們 重新去對我們現在 已經越來越習慣的 這種現代社會的生活的方式 跟立場有一些反省 那假定我們到原住民地區 這些旅遊的時候 我們能夠看出這些東西 然後參與這種東西 然後也反省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旅遊的收穫 應該變成是一個更人性 而且是更具有這個 人格淘寸的這種意涵 那也藉著這種方式 讓我們有一個更好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這塊土地 跟周圍的人 那還有很多話 這個但是就只能講到這裡 其他的你們就趕快去想像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要讓你們聽一些歌 算了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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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再一次 來 謝謝周老師 今天辛苦了 等一下 如果剛剛報道的朋友 有領到一本青年護照的話 可以到後面去蓋紀念章 另外就是在我們 大安全的方式 所以現在很多人研究語言學的人 都把台灣南部地區研究 南保語言 很重要的異議場 這個從過去直到現在 所以那個 語言是最重要的 當然還有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 論證 我們台灣一直都思索 很可惜我們 都沒有好好用這種概念 對不對 我們思索的 是不是比較 對對對 對對對 局限 局限能夠得到好處也就算了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哈哈哈哈 這個要哪給的 老師那個 他們就是 請問他們 訊息那個 錄影嗎 所以我們要放在那個 那裡 好啊好啊 但是我好醜 不會啦 你都還可以白頭髮 你看我白頭髮都吃完了 你還沒 他想要 因為他可能需要那個 資料 所以他想要 那個檔案 那個檔案 因為這不是這個 對 老師這個是那個 文學的 對 是在那裡 對 對不起 他就不要 他可以拿一篇我的 我的那個是 談文學的文章 跟那個沒有關係 不是啦 簡歷就從他 網路上很多 可是你的書也看那麼多 欸 怎麼行不可以嗎 哈哈 好 差不多了齁 你要寫幾張 趕快寫 隨便寫寫就畢業了